那很多的臭宝在过年的时候会买杜鹃 但是叶子发黄怎么处理 只要说到杜鹃的叶子发黄 一般是这种新长出来的 比较白白的黄黄的 一般来说是这种 这种就是缺乏营养 你要明白它现在在开花 明白了吗 但是它也在长芽 所以说它营养就会供不过来 你说是让它开花呢 还是让它长芽呢 那有的话说 我肯定让它开花 哦可以 那你就好好让它去开花 你把它掐掉 是吧 把这个先拧掉 该施肥的施肥 对不对 找个剪刀给它剪掉也行 对吧 这种新长的你可以先给它掐掉 有的话说 老婆一掐掉以后会影响什么吗 它肯定会影响 你要开花 你还是要发芽呀 我又要开花又要发芽 那你就要在一个 很适宜它生长的环境下 大量的施肥 明白了吗 所以你要懂这个事 就是一切的黄叶子 都是来源于肥力不足 明白了吗 但有的话说 老黄一 我的那个呢 可能不是像你说的这个原因 是那种汗的那种黄 那你也知道汗的黄 或者是通风不好的那种黄 有的话说 老黄一 你再简单的跟我说说 杜鹃的一个养护吧 你之前也拍过很多 好 杜鹃收到手之后呢 你把下面的这种牙头 这种 这种节外生枝 全部给它掰掉 明白吗 这种你别让它长了 它上面已经成型了 这下面的全部都叫节外生枝 好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回家以后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 一定要排水透气 因为它的根系特别的绵密 特别的细弱 一旦出现积水没根 它就烂根 一烂根上面就不好 明白了吗 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花盆 可以用紫砂盆 用一些个 你甚至说哈 你买纯露藻 知道吧 你如果足够有钱 你用紫砂盆 纯露藻去养它 这个存活率很高 好吧 然后呢 肥料的话 你用反肥水 这是我说的是 极端的一个高级配置 有的话 如果老黄一 没那么多钱 没那么多钱的话 你可以用老黄一的 那个花脖子素颜盆 配合这个老黄一的 通用配方图 这个是完全OK的 不用太大 最大二加仑就OK了 喜欢光照 但是呢 它喜欢空气湿度高一些 晚上的时候 用个大塑料袋 给它套起来 在套之前呢 可以往这个叶子背面 稍微喷一喷水 晚上套上 白天打开 尽量给足光照 就会养得倍儿棒了 绝对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黄一 两个小转一 拜拜丑吧